好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不是 自己人杀自己人最可怕 现在政坛的泄民风波 恐怕是延烧到了 民进党党内的初选提名 台南市长黄伟哲他也出面说明 他强调他没有出卖同志 没有担任泄民 他自己是光明磊落 经得其考验 甚至还说 有人利用了虚假特务报告 进行了政治的斗争 同党立委何志伟说 自己人杀自己人是最恐怖的 现在刚好接近提名了 时间点吻合 那当事人努力回应 那支持者情感跟社会情感 其实绿营的支持者最讨厌 那种白骨的 就是吃里扒外 这种形态 那所以你说后面 有没有政治的一些 怎么了啦 你说后面有没有一些政治的目的 那我只能给几个字 七个字 自己人杀自己人 最恐怖 那到底背后如何 我觉得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政治信仰 以及个人诚信 以及整个民进党怎么去面对它 我们选择相信黄伟哲市长在这议题的说法 另外呢 这个促转会事实上也提供了一些说明 也指出这个报导里面有很多可能跟现实或事实有脱节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这个议题啊 因为整个促转会扮演的角色 还有他资讯的 相对来讲可能片段 所以只有当事人还有整个促转会才能够了解全貌 那外界不宜有过多的猜测 甚至有任何的阴谋论的提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